一,一个人的梦想也许不值钱,但一个人的努力很值钱,浪花从不留恋软沙上的脚印,只为自由奋勇向前,要改变,努力就从此刻开始。 二,在每一天清晨,记得早起,努力追逐第一缕阳光,那叫你可以勇敢,每一天都是美好的,只要我们努力去品味它,它就会让你感到快乐,记得珍惜时光,记得多读些书。 二,记得认真看待这个世界,记得让自己更美丽一点,带着美好的心情,发现生活中简单的魅力,你的美丽,可以给你带来自信和愉悦。 三,早安玫瑰玫瑰,三,不要总抱怨人心险恶,你是生活在弱肉强食的世界,丛林宝则是每个人都迈不过去的坎,坦说始终把懦弱当作美的来供养,一味退让,一味躲避,一味满腹怨言,而不去奋力打拼命,将躲属于自己的资源,那只能在残酷现实的你脚里盯着而呈现,最终遍体鳞伤一无所有。 四,你是什么样的人,自然会吸引什么人,如果你不曾牛逼,任你如何采媚靠近那些牛逼人,你终究也只是个pater,别人牛逼,不代表你也牛逼,自己强大,才是真的强大。 五,梦想总是在失败后成功,当你回想之前的经历,你会感动不已,因为你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从前的心酸经历,能想到之前,要放弃的想法是多么不对,所以梦想不能放弃。 六,只要我们去总结跌倒的原因,把韵律的勇气竖起,告别迷茫的昨天,拥抱美好的今天,微笑面对明天,那么不管是从慧皇城孤中走出,还是在失败中奋起,慢慢远方路,才是我们不懈的追求。 五,早安,七,我们单枪匹马闯入这世间,只为活出属于自己的所有可能,愿你这一生既有随处可欺的江湖,也有追风逐梦的骁勇。 五,早安,八,我们最大的悲哀,是迷茫的走在路上,看不到前面的希望,我们最坏的习惯,是苟安于当下生活,不知道明显的方向,早安,九,百遍的生活,如意的命,走哪条路,是自己的选择,顺着这条路走下去,坚持下去,你会发现路旁的风景很美,生活也会在不经意间变换,越变越好。 看清楚自己想要什么,明明白白的活着,知道自己想要什么,人活着,因为,真不由人,但生活,我们可以自己主宰,深,迷茫,就是不想做小事,只想做大事,不想做手边的事,只想做天边的事,不想做白锁的事,只想做白龙的事。 其实人生没有迷茫,有的只是对自己的高估,猜你喜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 你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